连续八年把家中车库改建成鬼屋 还曾经相遇过民众 知名鬼屋设计师瑞秋夫妇 最近把鬼屋移失到购物广场 打造出一座惊吓指数破表的大型鬼屋 从本周五28号起到31号一连四天 特别邀请你一起打开鬼屋的大门 屋背后面的窟窟头刚刚缩回去 转过头马上看到高悬的白色鬼怪 再往里走而真子就在前面 真是让人惊吓连连 这就是在罗兰港华人Rachel家中 由车库改造的鬼屋 连续八年恐怖指数不断称极 成就了首次搬到四季广场地下停车场的超级鬼屋 八年在Rond High很有名的Richard Christina的鬼屋 移失到我们四季广场的地下停车场 进入我们的第九年 今年的规模比往年大了四倍 在Rachel夫妇的共同努力下 不只让一片漆黑的鬼屋 随时能用妖魔鬼怪跑出来 让人吓不胆 而这些整个鬼屋的运作还吸引了 三百名义工一个个主动前来帮忙 让华人家庭有机会与更多主意交朋友 因为作为华人来到美国 我们也很想融入这个社会 不要让人家感觉有一种刻板印象 我们华人只会工作 然后我们也是会娱乐 然后也会做社区活动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活环境会更好 现场特别邀请了所有义工和演员上台大合照 感谢他们的无私付出 并宣布所有门票收入 全部捐给学校作为奖学金 欢迎有兴趣的华人家庭 把握28日首日免费入场 东森新闻 彭迪 杨平俊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